過年拜神求平安 是華人傳統習俗 昂古貴發糕擺上桌 象徵極力又發財 台北知名的行天公參拜人潮 也是川流不息 民眾只期盼兔年能套個好彩頭 因為這個地方 就是很多信徒都來 那我們常常也會來拜拜 反正大家高興就好 過年期間走廟拜拜是唐太保 主要是求平安保 按照順序行李膜拜 大家求的不外乎是一整年 合家圓滿 但有幾個禁忌可不能忘 否則恐怕會讓全家人都不平安 像是大年初期習俗上稱為人日 禁止打罵小孩教訓下屬 因為要以人為尊 初八即將結束年假 傳統上會在這天將祭品全數使用完畢 初九是玉皇大帝的誕辰 可以在此時到隔天清晨七點以前 舉行祭祀儀式 共品得準備好五果六摘跟鮮花 也別忘了金紙也得使用玉皇大帝 專用的四色金 一月九號天公升就來 習慣了有時候在家裡拜拜 平常也會來 春節一定來 求完平安求發財 買一張呱呱樂試試手氣怎麼能少 牌面上各種呱呱樂鋪滿滿 民眾靠直覺平手氣 兩千元的款式甚至已經全部賣光光 拜完然後有 我都刮比較小的 總金額算起來是大概有回本 去拜拜他就想說來刮一下 對關聖地軍的息氣這樣子 過年走春祈福求好運 民眾誠心希望新的一年開工大集 事事都順利 環宇新聞張環宣張亞豬 台北報導